我们家的辣椒全部长红了嘛 摘不摘都有点坏了 然后我们今天把它给摘回去 等会做一个好吃的 看这个辣椒长得特别漂亮 因为最近老是下雨嘛 然后有的都快要死掉了 这个秧子 摘不摘都不好了 辣椒就怕突然下雨 然后突然的就是有爆炭呀 容易给它炸死掉 这两天出去参加活动 然后回来以后发现 辣椒啥的太多了 全部都红掉了 这个漂亮的这种椒子 做出来的蒜蓉酱 肯定会非常的好吃 不漂亮的我们就不要了 这种品种就叫爱金条线椒 其实我都叫它长辣椒 或者红辣椒 是不是特别好吧 看我发现了一棵辣椒树 上面是个感觉像假的一样 你看除了辣椒 啥也没有叶子也没有 我感觉这个辣椒被我摘完以后 这棵树就可以光荣的退休了 因为它已经没有叶子了 就剩光杆子了 估计下面也长不出来辣椒了 随随便便摘了一篮子 我们等会就回去了 我们先把它给倒出来 把有虫的有斑的 长得不好看的 都给它挑出来不要了 就要这种油光水滑漂亮的 不好的 然后就给它晒干了 然后这样下次吃的时候也一样吃 当然做蒜蓉酱的话 我们还是挑这种新鲜的好看的 口感好 现在把这个红辣椒 给它烧到水里面清洗一下 然后给它晾干 扎的有点多 然后把这个放到这个底下给它晒一下 然后到半竿的时候 拿着绳子弄在胳膊上面给它穿起来 然后一直能吃到里面下去了 然后再剥一点这个大蒜瓣 然后也给它放到这个链子上面 给它晾干 这样就不会有生水 我们现在把这上面的胳膊给它粘下来 不要了 我妈不是喜欢吃辣椒的吗 给它做这个蒜蓉辣椒吃的 给它咽它给它吃的 不能吃这个 太辣辣 辣死的辣 这线的还好 不是太辣 你手啊 你把这袋子都没说辣 没事 我足一点 先给它大概切一下 然后再切成小的 这样切 比较随意 大家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目的切碎就行 看 就切到这样就行了 大小正好 然后我把这个 放到这个准备好的干净盆里面 等会留一起拌 好 最后一点辣椒 切了就没有了 我们辣椒切好以后 现在再来切一点大蒜拌 给它放到里面去 蒜蓉辣椒 蒜蓉辣椒嘛 就是大概的比例 就是一斤辣椒 然后放个按两大蒜就行 然后你们就是这个大蒜需要多少 根据你们的辣椒量来就行了 看 大蒜就是粘到这样就行了 然后就给它放到这个里面 给它混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现在放最后一部比较关键的材料 就是盐 然后这个盐 辣椒和大蒜的比例 我们之前是一斤辣椒 二两大蒜 然后再放一两盐就行了 这个盐的比例也跟你们辣椒的量走 搅拌均匀以后 准备一个大的玻璃玻璃盘子 把这个辣椒酱放进去 这个放进去以后 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吃 然后会非常的好吃 因为现在刚搅拌好 你要吃的话会非常的辣 然后胃口也不会太好 你过一段时间以后 就是辣椒盐 大蒜 充分的融合以后 里面的味道会激发出来 会非常的好吃 看这期的蒜辣椒酱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简单好吃 还有美味 我们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